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海进行了最后的一场比赛 结果中方的主帅战定哥谢赫其断是不负众望 期间是连斩了韩国的三员汉将 最终是为中国队捧得了农心碑 擂台永远不乏英雄的传说 本届农心碑此前的比赛中 已经诞生了两位少年英雄 那就是中国的谭笑和韩国的金智希 他们先后好取四连胜 最后阶段的比赛 当古力也在擂台上倒下之时 第一次担当中国队主将的谢赫 迎来了以一对三的背水之战 不过有着淡定哥雅后的谢赫其断 果然淡定从容 第一局他在逆境中坚忍不拔 终于觅得胜机 一箭封喉 成功遏制了金智希的四连胜 第二局面对韩国新科世界冠军袁胜珍 谢赫更是收放自如 最终屠龙大胜 决胜局他的对手是在农心碑上 号称韩国铁闸的石佛李昌浩 但这一次淡定哥的淡定 超越了石佛的沉默 谢赫用李昌浩的方式击败了李昌浩 这一仗谢赫赫赫的不仅是冠军 更是中国棋手的信心 方寸文凭三尺擂台 这一战赫得当真是扣人心悬 不过和所有的舞台一样 精彩的不仅仅是主角 那么台下的故事也是同样的有趣精彩 据我们最新的消息 谢赫正是在飞往韩国 参加BC卡杯的路上 所以今天我们是请来了 中国国家队的领队 华学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次比赛赛场的花絮和幕后的故事 华学长您好 首先要对您和对我们的中国围棋队 表示祝贺 谢谢您 也正好借此机会 要向一直支持中国围棋的旗友朋友 表示声称的感谢 华老这次我们的排兵布阵 以往一直是像古力长浩 这些有名的棋手 实力最强的棋手 担任我们的主帅 而这次我们选择了淡定哥谢赫 之前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我们一般来说 内台赛的方式是双向选择 就是棋手自己可以提建议 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对手决定的 所以这次其实是古力提出来 他想先上 然后我们也征求了谢赫的意见 古力先上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点他就是跟金智希本身的 以前的状况比较好 基本上是赢了 然后第二个也考虑到 如果赢了金智希之后 他对的是原真真 原真真是在去年的12月 古力刚刚输给了他 所以作为我们教练组考虑到 如果他赢了以后 能够对原成真的会 对他个人以后呢 也会有一定的好处 所以经过这研究之后 也征求了谢赫的意见 大家都觉得 谢赫我们觉得也应该 给他有一定的机会 比如说他在去年 去年的那个输给了理事时 然后他有这么一个担当主将的 一个机会 有这么一个经历 经历我想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吧 那跟谢赫谈到这个事的时候 他感觉到压力很大吗 没有 我想能就是经历过很多事之后 他就会慢慢的 至少他本身也是个淡定哥 对 但是谢赫对韩国骑手的战绩 也是一直非常好 还有一点呢 他本身的个人来说 因为我们私底下问过他 他那也比较信任 那个鼓励 这三盘棋呢 我感觉好像您都在现场啊 其中有两盘棋 应该是都当裁判长 三盘棋一盘比一盘紧张 您觉得这三盘棋 从您个人的感觉来讲 哪盘棋更能打动您 如果说打动我的话 那肯定是最后一盘 但是如果从紧张的角度来说 肯定是第二盘 就是谢赫对金之西这盘 因为第一盘棋呢 那个输的时候呢 说实在是 因为其实可能从某种程度上 从技术层面上来说 可能鼓励 还没有进入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因为当时的中央 如果大家看过这盘棋转播的话 知道就是中央扳头的时候 我们以为这盘棋呢 是鼓励能够拿下的 后来呢 就在局部翻了一个 相对来说 不是比较低级的一个死国 这个错误 对 所以其实第二盘棋 对我们压力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 其实大家可能 包括谢赫本能也是知道 因为大家方方面面 好不容易跑了上海去了 做了很多的准备 包括我们先起的训练 各方面 如果在第二盘就输了的话 其实是压力是挺大的 当时这个谢赫在这盘棋的前半段 一直是形势不利 我们这个对局室 什么研究室是不是压力很大 也大家都很紧张 是 因为这盘棋 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这盘棋是一直是苦战 到最后才逆转的 上海电视台是要有转播 所以渔滨要去做直播去了 所以只剩了我跟古力两个人在摆起 然后有一个局部 实际上是没什么起的 然后古力就拼命在里边 希望能够我们俗语叫攒草 就攒点东西出来 但是摆来摆去 他老是攒不出草了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有点急躁 因为总是希望能够出一点毛病 所以这盘棋是最紧张的一盘棋 而且下完棋之后 就是我看到谢赫的脸色 是比较非常的疲倦的 事后他也是说 这盘棋是最累的一盘棋 这盘棋拿下之后 我想可能是应了我们中国的那句古话 大难不死必有后腹 那之后的两盘棋 感觉是不是心态就完全都放开了 对 应该说这盘棋印完之后 其实把另外一种压力就交给了对方 虽然是袁晨晨最后自己摔摇 我没想到那个金智希这盘棋会输 所以我没有准备 但是实际上来说 那个谢赫赢了袁晨这盘棋 袁晨晨是没有发挥出水平来 就是说压力其实转交给了对方 但反过来说 到了跟李昌浩的时候 其实压力也是双方的 其实李昌浩是铁盟 他是有压力 但是对于那个谢赫来说 他没有赢过李昌浩 其实来说也是一种压力 但是我觉得最终来说 还是谢赫战胜了自己 咱们再多聊一点谢赫 我们都知道谢赫是俗称淡定哥 这个淡定在您的概念里头 到底是怎么一个淡定法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就 其友们送给他的 我觉得还挺合适的一个 就是他在任何时候 无论是记者采访也好 平时我们见到他也好 因为他平时是每天 基本上都是第一个到训练室的 然后所以呢经常 因为他到训练是比较早嘛 所以我经常有机会 跟他一块聊天 有的事也聊聊一些话 他永远给你的 其实就像我们有的时候 那个照片上能够拍到的 那个谢赫一样 他永远是 我就像说 我说你脾气太好了 后来他就说了 意思里就是 我不是说只是表面看到 你作为一个任何的一个起手 他都是其实有个性的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 就是你们大家说的淡定吧 造就了今天的谢赫吧 其实这个围棋运动啊 我的理解啊 就是虽然我们业余棋手下棋 觉得很开心 很有味道 很有趣 这个但是实际上 作为职业选手来说呢 是一项稍稍有点折磨人的运动 他就要人比较兴奋 然后又不能过于兴奋 需要始终保持这种淡定的这种心态 您作为职业棋手来讲 是不是也有这种体会 那是肯定的 就是说作为一个真正的 能够达到超一流的一个棋手 我想那个就是说 如果淡定是一个词吧 我觉得就是说冷静吧 或者说对事物的这种冷静的这种判断 是职业棋手一个最最需要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淡定也好冷静也好 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说 他能够是抗压 其实他很多东西 他是一个抗压的一个过程 或者说把输赢胜负看淡 因为毕竟体育竞技总是有说有言 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见谢赫的时候 就最后一场的时候 其实五点多的时候 已经这棋已经赢定了 然后呢这棋一直在下 当时我就说呢 我说这棋要六点十分 我在现场 我说六点十分肯定不会结束 但是现场的人都觉得我在开玩笑 我说这棋为什么 我说这棋在打结 这棋啊下一步棋 双方别的人都是 这个结嘛 结一直过去 就是两秒钟就过去了 双方都是会在58才会下 你看到他的手势就这么淡定 就这么下下去的时候 我也想那五十手读秒 那不就五十分钟吗 最后下到了就将近六点四十五分 而且当时从网上传出来说 很多人就在不停的刷屏啊 就想看看就是说胜负 很多人就地铁都坐过站了 然后呢鼓励了就在那祈祷 他说哎呀千万别打结打错了 因为中国打结打错就停一招 停一招他这棋还不会输 韩国这节如果节提错的话 就是判定你负 所以说你在这么 因为你毕竟下了第三场 这么强度的那种 那已经从一点半下到了六点多 这种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错觉的 所以说啊我们那个看齐的人啊 都这么纠结的话 那下棋的人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我们还是要为淡定哥 竖一竖大拇指 这个话老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呢 正好是有一期年终盆点啊 我们是谈到了中国维系 在去年呢好像稍稍的有一点让人这个感觉到有点伤心啊 因为我们对韩国的这个一些比赛呢都输掉了 但是今年这么一看啊 这个首先是三国女子维系这台赛 咱们王山星是达成了六连胜 之后呢是LG杯 江维杰又捧捧背了 现在呢谢赫呢又是为中国队啊捧得了农心杯 这个我们现在三战三截了 您觉得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运转了 还是最近的训练抓的很紧啊 我觉得围棋这项目应该说是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并不是因为我们今天赢了两场 好像我们就飞到天上去了 去年的时候半决 其实就是说一个五场那个决赛嘛 一场我们是自己对自己 另外四场是中国对韩国 我们都输了 虽然我们都输了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我们都进了决赛了 所以说今天也好 去年也好 我觉得都不能说明什么 我觉得中韩的一个对抗的话 应该是长久的 至少在这三五年之内是一个主旋律 我是感觉啊 就说的违心一点 我觉得进入龙年之后 特别是很多比赛放在江燕那个福地 好像我们真有点这个运气来了 女骑手是这样 说到这个女骑手还特别想问问您啊 咱们中国队这个训练的还是有一些秘方的 我们很多的骑迷呢 也特别想了解 比如说加压棋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女骑手跟男骑手的训练是有所不同的 男骑手呢 这个加压棋的用的是比较多一些 比如说将尾界前段时间训练 我们根据他的要求 我们会找跟李昌浩可能类似于棋风的棋 找几个人给他加压 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对他来说 对是这样的 但女骑手来说呢 加压棋就下的比较少 因为女骑手 他本身的水平就在男骑手之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找男骑手跟他复盘 然后呢是讲解比较多 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就是教学的方式的不同 比如说渔滨吧 他认为女骑手相对来说水平低 他呢会采取手把手交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局部该怎么怎么定型 他会这么教 那王磊教他们呢 就是说这棋该怎么怎么下 他不会把它固定化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看过渔滨跟王磊的 那个对他们的复盘 我也曾经在想这个问题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女骑手嘛 就是说女骑手更适合于 哪一种教学方式 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说 要提高水平 要马上能够那个的话 我想渔滨这方式是立竿见影 限学限用 限学限用 很好用 因为女骑手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弥补的 但是作为一个长久来说 王磊的这种交法 也是就是说对其的那个 王磊的交法 也不光光是对其理解 他有的时候是一种战斗 战斗的把握呢 是靠就要真正的把水平实战提高的 需要日积月累 需要这个 就不是那么快的 简移梦化的去影响 然后还要去理解 是 好好我们感谢这个华老 今天给我们聊了这么多的幕后的这个花絮 聊了这么多的这个密文 我们也希望中国围棋队在后面的比赛中 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 我们也让华老能够捧得更多的奖杯回来 再次感谢华老 谢谢 谢谢大家 好了 感谢华学明期段和我们一起分享了这些有趣的话题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请上王源八段和华学明期段一起 为我们讲解第13届浓心心拉面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的决战 谢贺与吕章浩的精彩对局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各位棋友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华学明领队和我一起给大家介绍第13届龙心战第14轮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呢对我们广大的棋友来说一定是非常难忘的 比赛的日期呢是2012年2月24号 话得对对吗 是 当时你在这个上海的比赛现场 嗯 那个气氛一定是非常从这个紧张压抑到最后的大家的激动高兴 一定是这样的过程 嗯 我觉得这是一盘没有硝烟的战斗 嗯 那个棋可能大家看的时候觉得很平淡但是实际上在这比的功力比的心心理因素各方面 对对对就是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内涵无穷 是 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盘棋吧 嗯 这盘棋是他们是现场拆先吗 嗯 每盘棋都是现场拆先 嗯 前面几盘呢三盘棋呢我们中方的都是拆到了白棋 然后所以为什么说到这一点呢 前一天我们就在那鼓励我们就在说了 说这明天啊肯定应该抽到黑棋了 因为每次的白棋啊我们都做了一些那个研究 而且每次的棋可能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都下的中国流 哦都下的中国流 对最近中国流特别流行 然后呢中国流呢稍稍的都有一点的变化每盘棋 嗯嗯嗯嗯 所以后来就要变一下就这个果然猜到了黑棋 对当时我当的猜盘的当时他一抽到黑棋的时候 我还是不由自主的给笑了一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哦哎唐领队这个说法啊我现在想给大家买一个伏笔 他就说到比赛之前的一些有趣的东西 嗯这些线索跟比赛的结果是不是有某种关系呢很难讲 但是呢我在这想起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我们先不讲啊我们先看棋 黑棋是我们的谢赫 那么没有走中国流这一回 嗯所以这招起他下的很快 嗯小飞手脚李昌浩在右边分头 对这部起也很快 为什么我现在也是给大家买一个伏笔 为什么我说现在这起下的很快呢 待会我告诉你 好的好的 然后他一挂 这时候起也下的很快 这个布局是姜伟杰跟李昌浩的那个对局这么下的 当时姜伟杰是飞的 飞压对对对对 这个我们的棋友一定有印象 嗯现在黑棋他是从背后打了一枪 对这手棋打一枪的时候呢 去昨天呢他们在饭桌上曾经说了一下 说这棋啊有可能这么下 嗯嗯 但这个呢研究呢不像那个地中国流那么多 嗯嗯 然后他一走这个 对海棋李昌浩走这个 这是从容的一手 黑棋谢赫在左边猜 这是从容的下法 对 如果比这个从容再越过雷池一步 走这个也是有的 嗯国内比赛中也见过年轻的棋手 陈央燕我就见他还下过 见他下过啊 好谢赫看来是下定决心 面对李昌浩他也要下得很稳 对 哎 哎华林队在下期之前你们跟谢赫交流的时候 有没有专门针对李昌浩的这么一种战略 在思想上有没有 曾经我也跟问过谢赫 因为在这之前正好前一天韩国的记者那个把那个谢赫堵住了 说啊你跟那个就袁澄澄啊那个李世世啊虽然是那只书了 所以这期我觉得谢赫 所以这盘棋啊最最终就回到了他们两个人比公力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谢赫现在就是说心态这盘棋已经比较好了 非常好对 就是跟李昌浩就是比公力都行 不用搞的这个天花乱坠的不用乱中求圣机就慢慢的推进 对如果说是你把自己的那个节奏打乱了这期可能心态就不对了 对这个旗上如果从战略构思这个角度来说呢 好的东西也是没有标准的你比方说把局面搞乱 那是乱了敌人也乱了自己 是你说把这个棋局的这个排面上的形式搞得天下大致 那是致了自己呢也致了对方 对对方也安定了 对这就是事物的两面性 就前几天我们在讨论就是说鼓励下去啊 他就是说那个一般来说就是读秒的时候 一分钟他基本上是不用玩的 对对对 他那就他就觉得一分钟太长了 但是你没有一万一分钟 你好像把这时间缩短了 但是你实际上把自己的时间也缩短了 这是两面性的 对很难说啊 围棋盘上有好多都是非常难说的 好我们来品会 到这的时候呢是跟昨天我们在饭桌上说的呢 是一模一样的 下一招棋李昌号是尖 对 这是非常稳的一招 对这步棋李昌号参考 参考 哦 农兴杯这个一盘棋多长时间 每方一小时 每方就一小时 当时一直没传出这步棋来 对因为决赛的时候呢 我们是看到了同步的决赛之前都没有看见同步 所以看见同步的那首饰李昌号半天 后来前天我跟谢赫回来的路上 谢赫告诉我说 这步棋李昌号参考 为什么 就说明他对这个就这个时候他是陌生的 哦,所以他才参考,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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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很好,他说一般来说,他说一般来说,人家都是坚定,都是坚定,对,由于被他这一走,谢贺也很陌生,谢贺也很陌生,对,那就是乱了敌人也乱了自己,双方都是一头雾水,是,谢贺走了这一步,这一步当时那个古力跟那个一兵都不是特别赞同,这我说实在的,我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招期好坏,我总看着怎么跑到二路前决定,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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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期回来,昨天因为这个我是跟谢贺同机回来,我们两个人一块回来,所以路上进行了一些交流,我就说呢,我就把研究室的意见告诉他,我说研究室说要走这个,哦,哦,哦,对,这个也供大家参考吧,他这招期可能是想把位置抬高一点,要在这儿形成战斗,对,嗯,好,我们看这个是谢贺独特的一个体会,是吧,那么白棋李超浩,走这个,黑棋保住,他依靠,对, 这个盖压拆二呢,这两个手段是我们广大棋友大家都会的,嗯,叫吃,接住,对,接着,黑棋在尖,这个是下得非常稳,嗯,这棋呢,呃,换你对啊,我,因为我一直,呃,跟广大棋友一样,嗯,他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也在往上学习啊,嗯,因为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呢,首先作为白棋来说呢,他这个接不是非接不可,嗯,他是可以不接的,嗯,那么,作为黑棋来说, 这个接,他也不是非接不可,嗯,但是呢,总的来说,双方都比较稳,嗯,我确实就看到了这个气象,嗯,是,你不是已经刚才说了,非常那个稳健吗,嗯,这个棋,当时下完之后呢,因为我觉得,在观战室看齐啊,嗯,如果你有很强的那个,就是,你有自己的那个,就是,倾向性,倾向性的话呢,实际上你会造成对其的判断,实际上会有偏差的,对,对,所以,这几天的棋呢,我就对这个印象, 特别的深刻,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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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就特别是这盘棋,就是说你有的时候,这样的下完的时候,当时,鼓励跟,呢,于彬就跟我说,这棋呢,黑棋,不好,但是不好呢,说实在,我也觉得,说实在,觉得有点慢,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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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有点慢,虽然我也是觉得有点慢,但是,至于这个慢,这个不好的程度有多少,有多少,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经常,后来看到他们摆棋的时候,嗯,嗯,他们说,哎呀,这不行,那不行,再看,哎,这挺,挺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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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所以我今天很困惑地把我的想法就去跟, 早上跟江伟杰去讨论这问题去了,嗯,嗯,嗯,但这点上,倒是达成一个共识,他们说这棋应该退,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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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你要接住的话,他同样坚持来,嗯,这样的话,这个,这个,拐头很舒服,哦,对,对,对,这个是他们高手的看法,啊,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嗯,嗯,也不一定,这个,顺便给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当,嗯,这个,这个,这个,换领队说的这个,我非常有共鸣,嗯,嗯,嗯,我以前给大家汇报过,就是当我们在描述棋局的时候,其实经常用一些展示的 反正解體的方式 非黑即白的方式告訴大家 假如又有這種時候的話 實際上是非出本意 還是想把這個不清楚的事情 使我們廣大的旗有能夠多少清楚一點 如果你想要追求準確的話 那就很難說了 那真的是非常難說 你比方說 剛才華林頓說到一個 比方說說到這個旗不好 我們一看挺好的 他說的不好是針對什麼而言呢 是針對你比方說華學民領隊 他是七段他水平那麼高 女子冠軍拿了一大把 在他這種情況下 他應該走得比這個好一點點 他是基於這個來說 而不是說你對下方就是完全不好 我覺得這個程度啊 給我們廣大的旗有在這兒報告一下 其實有好處 換句話說圍棄盤上你要說 真的斬釘節點說好和不好啊 死活題的時候 死活題的時候是 一點死了 但是死了背後還有一個 他也許氣了更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這個旗 那麼剛才我給大家報告到就是說到這個 事實上確實李正濠也下得穩 這個接是可以不接的 因為無論 白旗不走的時候 黑旗吃這個 白旗可以再不理 最巴掌扔過來你還難受 同樣的道理 你接了黑旗這個是不是一定要接 也不一定是吧 但總的來說呢 雙方都想下得很穩 這一點是肯定的 白旗下一招肩頂 那黑旗右邊 當然 這是大場 以下呢這右邊就下出一個定式 嗯 這個也是我們廣大的旗友大家也都會的 白旗下一招一定要爭這個飛 是吧 這個打路呢是稍稍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哦哦 一般來說就硬了 一般來說都從這拆高 就直接拆不走了 對 下一步想要經營這個 對 哦 對對對 這個下法也挺好 後來的整個就是說 實際上黑旗是脫不開身 哦 就一直覺得一環扣一環 一直覺得稍稍一環 而且因為這個是第一呢就是白旗有這個背景 第二呢就是從蟹賀的旗風來說 一般來說也不是打路的 哦 所以這個好像比較正常 比較像它平常的旗 嗯 這一點呢 我今天也學一招 我總在想要麼是煎這個 要麼打這個 結果還有等一拍 嗯 其實這個拆奧也很大 反正是這個拆奧給大家 這個拆奧 這個拆完了 哇 左上角那個白旗 一點就活了 對 有幾種下法 一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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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對對對 給大家畫個示意圖啊 一走 是這個 你煎這個 一點 讓它再一頂 再一頂 嗯 是短 這個我就擠這個 它就擠這個 一退我就跳 一退它就跳 你要走這個吃的話 這有個斷 吃不著有個斷 對 這樣吃不著 所以這個星味加小飛加小姦 嗯 有這個二入透點 當然還有我們大家都熟悉的這個 對 此外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這一點也很大 好 這其實布局階段一個比較有亮點的地方 就是不走 嗯 然後 讓它走 讓它出牌 它補完了之後下邊 這個地方黑旗可以繼續 黑旗就可以再補一個 對 好 實在呢就打入 但是這個也不能說不好 是 它一跳 黑旗在尖 這是定式 對 白旗在尖 黑旗這個必須要踩 太大了 然後呢就是右邊這個定式 白旗把它撅出來 剛才華靈隊說到了 在這一代呢 從現在開始總感到 黑旗必須一拍一拍跟著走 對對對 騰不出手來走這些 對 所以說整個的節奏覺得好像 黑旗稍稍的有點被動 哦 嗯 長 再跳 對 然後 白旗再靠 靠的時候黑旗現在是單退 然後白旗再飛 這個飛是必須要下 對 那黑旗這漆 當時 鼓勵就是說這漆啊 特別想走這個 我說走了這個 這個漆被出來 這中間也太薄了 它有很多種出來的方式 這個是一種最樸實的 對 要弄點花拳繡腿 這些也是有 是 所以 這個啊 淡定哥 而且你走完這個以後啊 關鍵是它這個位置特別怪 將來白旗走在這兒 黑旗走不動 不知道往哪裡走 這個的形狀軟 軟 要被擠壓 你可以成空可以活 但是這個要被它縮水 嗯 這漆太大 嗯 似乎是有一點點 不是很舒服 對 下一招但是這個也很好 等 等一下 這一招啊 看著挺舒服的 當時的時候 那個 那個 就是說 泄荷的步調是逼住 然後正常的情況下 白旗 應該吃了 以為步調是補一個 這樣的話 黑旗猜到這個 這個是全盤最大的一步器 對 然後這樣還行 後來這期呢是走不到 走不到呢是這兩招 這兩招就不見得便宜 不見得便宜 如果我直接逼你 你走什麼 直接逼住 王老師 我將來你看哭起來 你在這個節 我總是答應的 對吧 就算走著 然後我將來氣掉 我就想靠住 哦 就這樣去 如果你走這個的話 因為這個旗的局部來說 本身關子是在這兒的 走在這兒沒有任何意義 那這樣的話 如果回過生來 那我就能走到這個 嗯 換句話說 這是那個謝赫自己反省的 他自己反省的 嗯 他就覺得兩邊後來都沒走到 他反省有可能就是這樣的話 就能走到 哦 對 對 是 總之上邊這一帶很大 我覺得對於這個華領隊的說法呢 就是一定 請我們大家參考 就是這一點很大 嗯 這一點走著了 你考慮到他這個腳 並非固若金湯 嗯 我施展的手段的餘地很大 還有一點 我要走的時候 我施展的餘地很大 然後該您走 您怎麼補啊 是啊 他很難補 他補完我這還有一點背景 對 他既不能這樣補 這樣補人家打到還要點 沒有用 難道你要這樣補嗎 兩邊背一間不行 你這樣補 好像這裡頭也有妖怪 我就想點你一下 也是妖怪 是 所以就這個旗行啊 我覺得 給大家說這一帶究竟應該怎麼下呢 可能聽多了我們廣大的旗友就聽暈了 你就說上邊最大 你想方設法要走上邊 大家就容易理解了 對 但這個二又必須要猜 又必須要猜 怎麼辦 就怎麼辦 對 所以說這首旗看著它第一桿 大家都是這麼想的 比較舒服走 要不就是你跑出來 跑出來好像不太合適 那你就想著怎麼棄子 以為這麼一逼 結果逼的時候 李昌浩站在那場考的時候 大家一看 這這首旗要被搶著 因為你這地方 跟剛才的意思是一模一樣 你跑出來跟這個沒交換是一樣的 差不太多 所以說你既然也不跑出來 那這首奧被人家拆去了 沒旗下了 但是當時我在學習的時候 你三號先走的這個 這個是待會要說的 對 我 小話因為我們今天這個時間相對富裕 我也給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當時在看齊的時候 我在想一個什麼問題 實際上蟹賀這個腸呢 我覺得它是很冷靜的 關鍵我覺得白旗它為什麼不堅定 因為堅定如果你再走這個 它再把你扣死的話 這個形狀白旗內心有點安慰 還可以 那麼堅定你如果一定要長的話 這下白旗這個故事就好了 它不會跳這個 因為你蓋住它也有斑斷 它會用這些手法來晃 追求速度和效率 我覺得作為白旗來說呢 雖然也許高手們認為現在的這個佈局 到現在白旗略為戰先 但如果它要追求速度的話 這樣的下法是不是可以考慮 就是這是我的一個心理活動 所以我對於理想上為什麼要立這個呢 有一點困惑 但是呢小哈你剛才也說得很清楚了 它實際上惦記的是 這樣使這個變大 然後它就可以搶到這個 是你要就算走這個 我即使不走這個 我就算給你吃掉 其實跟你這個這麼吃掉 到底是哪一個更好的 感覺跟實際的判斷是不一樣 你看這樣的話 我吃的說不定比你更大 你看這個還小呢 舒服完了還不如 好 好 對吧 你這樣這個旗就必須要走了 行 重新給大家報告一下 剛才我們在這兒議論有些 但是可能有些旗就一堂無嘴 總之一定要意識到上邊很大 最好是吃著碗裡 望著鍋裡 黑棋能這樣去行走就行 要追求最高的效率 好我們看實戰 一場一場 謝鶴是從這兒拆二 白棋呢是壓了一個 這個壓完呢是稍微虧了一點 因為你家本來一正是很難受的 正你走什麼 你能教大家一手走哪裡 是啊 那你 哇 因為你如果不硬呢 被它這個走下來 你硬 你譬如說硬在這尖 哎呦 這個尖不行 這個擺出來我覺得有點丟人 那你硬在哪裡 我不知道硬在哪裡 這邊不能硬 因為首先它有這個 給大家擺得清楚一點 這個你有點討厭 對 這個白棋也不一定就肯定能下來 但是你已經下去了 由於有這個手段呢 就意味著這一帶你需要走 但是走沒有好行 對啊 難道要煎這個嗎 對 對 對 華老師要靠這個 這樣我就算壓住你 你還要補吧 還要補 對啊 這個就是這個筆就壓在 剛才白棋壓過來束縛得多 所以白棋壓本身是有一點損的 為了搶到這一步 是有點損的 而且後面的故事又來了 又來了 就是後來我跟它 這個被搶到之後 當時就是 研究室裡那個 就鼓勵 以鼓勵和餘病為首的 就開始覺得 這次你看不用走 這個步步落後啊 這邊又被人家搶到了 後來就想到了說這起壓 說這個壓 這個壓突破了一種思路 當時的時候沒有人想到去壓 沒有想到壓 就因為壓一搬來說一搬了 你說這麼氣質 這個紙太大了 不太啃氣 但是由於有了這個壓以後 它可以斷 它把這個吃了 它要去那邊 反正你搬哪邊 它斷哪邊 對 這樣由於這兒厚了 這個紙就不怕撞傷了 不怕撞傷了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思路 又突破了 又突破了 很好 對這個思路很好 就天上蓋住之後 它斷哪邊 我斷哪邊 然後我就氣掉另一邊 然後我就氣掉另一邊 對 不是說退了普通的氣 所以這樣子合適 對 好 這個下法好 這個下法 我看著有點業餘 不一般過去教科書上都說 這是典型的書手 對 就不能這樣下 是 但是此一時比一時 行 這個是我們今天學到的一招 很實惠 請大家注意 這個不是讓它拔一個字 絕不能讓它拔一個字 對 但是斷了之後呢 它接一邊 它要搬這個我就走這個 它搬哪邊 我斷哪邊 然後我就氣掉另一邊 這樣就行了 好氣 行 我們接著看 它是冷冷的擋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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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擋了這步的目的就是說 這邊黑旗就變得特別的厚 一二路利是先手 對 瞄著這一塊白旗 對 這個利先手這兒有跨 所以它是先手 那麼由於有了這一粒 這一塊白旗的根 就沒有那麼穩了 嗯 好 我們接著看 白旗是尖 黑旗提 白旗在長 是吧 對 這張旗可能不跳 這個就是一種感覺 譬如是當時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樣的時候 覺得白旗特別好 因為黑旗衝斷的話 白旗一貼 不怕 這個地方 黑旗先損了很多的目數 可能就這 因為這是快旗嘛 對 這時候其實李三號 馬上就要進入獨秒了 哦 所以就一種感覺 第一個感覺就是 我既然這麼飛住你很好 大家都說不能衝 感覺上就是不能衝斷 那我這又不給你拖 我不是一舉兩的全拿到了嗎 啊 對 很微妙 但是實際上來說 感覺更實戰 更那個是有差距的 還是跳 您這個跳好 跳好 這個要拖的話 你就阿彌陀佛了 這挺好的 全連上了 等於說 其實某種程度上 你這時候跳 保護了這邊 讓他這招擋住變小了 變小一點點 哎呀 這個你看 華老師這一說起來 我覺得簡直有點像 有點像相對論啊 特別抽象 大體上的意思吧 就是 白旗要爭取 這個旗子效率高一點 嗯 大體上是這個意思 我們看實戰吧 他 長 對 這個李昌浩的這個飛呢 是當時是 稍稍猶豫了一下 飛上去 當時呢 在研究室裡大家說 這一飛出去好 然後我就看他猶豫有猶豫有猶豫有猶豫 我想千萬別飛 千萬別飛 結果人家還是飛出了 哈哈 那這些妖怪飛呢 妖怪飛的塊肯定是沒連上了 對這個肯定沒連上 對這個肯定沒連上 你靠靠 肯定是連不上的 這個真是有一點 一行白鹿上青天的意思 是啊 全都是小飛 但是 飛呢有衝斷 對 你飛的形狀有衝斷 看上去是漂亮 對 好我們接著看 黑旗下一招 然後白旗這靠 靠 又都說 哎呀這白旗糟糟糟嚇得好 這又封住 這又靠住 如果擺在這兒的話 他這麼斑斑 然後頂頂一虎子騎 就好像黑旗還不錯 對 這一靠以後走不動了 走不動 下的真就要好 對因為如果你要走這個 走這個 你吃 對,給廣大企業看一下,它氣給你吃了,然後去起一股,肥田臥煮,白旗空就多了。 估計全聚也會細起,但是是白旗好。 對。 你如果單斑這個呢,同樣它就可以退。 它可以頂。 也可以頂,頂最好。 下一步要衝,你一吃它又卷上去。 你有膽量,你走這個,那就跟你拼,它就跟你拼。 這個當然也是一種下法。 是,如果說是遲在那個的話,黑漆可以點在這。 哎呀,話老師,我要給你報告是一個什麼呢? 你是不是想點在這。 對,但是現在這個點呢。 有一定的危險性。 不,它最好是先擠。 擠我接觸。 你接觸,這會再一點,我當時看齊的時候,有故方自賞。 那我也接觸。 我說的危險性是,這塊氣,哎呦,你水平真夠高的。 這個是,我們倆是剛剛到這來講的,鼓勵推重的就是這。 我呢,是看見了擠了點。 對啊。 然後呢,鼓勵說呢,這個擠完再點了,有一點水,可以單點。 啊,單點。 單點,如果你也是接觸的話,我萬一跳了,將來爬回去,這地方總是,這兩個交換總不便。 嗯,對,但是,單點。 單點,你怕它不要了,是不是? 對,不是,怕它不要,它有別的事,它是不是有這個。 那這個我渡回去,不你也要走嗎?我也要跳出來嗎? 嗯,嗯,這個你總要走的。 這個總要走的。 這個總要走的。 這不只被一爬,就算衝斷都有。 對,但是我後來做了一個自我否定,因為這個變化呢,我們也不宜說的太多。 這邊其實內容很多,小話。 它是什麼呢?我就發現你走這個的時候,人家走這個了。 走這個點不到。 當然,鼓勵這個單點要成定,那就更好了。 嗯。 就,主要是走不到。 來,那麼這個單點,我們就。 推薦給大家。 推薦給大家。 對。 因為要把這個變化拆完,我們今天就不要講別的了。 對,就是說這個局面的話,鼓勵有可能會下在這。 對。 但是,我在研究室我就說了,謝鶴絕對不會下在這。 是嗎? 對,這就是謝鶴跟鼓勵其風的不同之處。 哈哈,我們接著看吧。 謝鶴一看,衝斷。 衝斷。 這個也是好,其衝斷出身。 這個棋啊,所以,華老師我覺得呢,我們給大家要這樣介紹。 就是圍棋啊,常常是怎麼下都可以。 你怎麼下都是一盤棋。 主要沒有這個方向路線性的錯誤。 對。 都是一盤棋。 是不是啊? 剛才說的這個點,鼓勵把它撅出去可以。 謝鶴這個衝斷不是也行嗎? 也是一種下法。 這樣一來呢,我們廣大的棋,我們下棋,我們玩棋的時候呢,你就很自由了。 你就很自由了。 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對,你就明白自己想幹什麼。 好,我們接著看,衝斷。 一共為首,白棋。 白棋。 蓋子。 對。 下邊一招棋呢,話老師我也要報告一下。 因為當時我確實學了。 在網上學。 就這招棋呢,簡單,明了。 李昌浩流。 其實我在幫他奠記的是這個。 就是作為白棋來說啊。 因為敵人你只能接,你不能做別的。 我為什麼只能接? 因為他這個衝過來。 我如果衝這個呢? 你衝過來他一衝呢? 我擋住了。 斷了。 你把我這個吃了。 把這個吃了,這就不用補了嘛。 所以黑棋最狠的下手應該是提。 我只能接住。 接住你在頂住的話。 我在頂。 那等於我接住你撬了我一下。 對。 那我不覺得有點虧嗎? 不,你這個左邊吃不著他。 你左邊給他靠了。 有沒有可能他直接頂在這兒了呢? 對,也有可能。 我就把這吃了。 對,你吃了他就捲到這兒來。 那這壞棋要死欸。 這個棋它有個這個。 這沒有,這立腺子全部可以交換掉。 它是一個挪圈的東西。 總之它需要操作。 沒有,你走在這兒的時候,我就現在就可以走。 現在不能走,我只能這樣。 這個意思吧。 我就在想,如果這個成立。 現在能夠走到你肯定狠了。 太狠了。 但是呢,他走這個我就感到很高興。 他僅僅是這樣一頂,我就覺得這一步是很高興。 這個木差太多了。 那是。 這個差了一、二、三、小五木幾。 這是你跟我的心態不一樣。 當時他一頂的時候,我們都很難受。 哦,是嗎? 這個可以,當時為什麼不願意衝斷。 說你看這個木樹拿得很舒服。 如果你再點一個鬧點意外的東西, 哎呀,能把這個吃掉了。 哦。 所以每個人站的角度不同。 角度不一樣。 但是這個變化,這個點究竟行不行? 還是很難說。 這局部這個棋非常厲害。 嗯。 如果他一頂,我覺得黑棋它這個是, 無怨無悔的只能間這個。 對。 所以我替謝赫感到高興。 是。 李昌浩頂這個的時候。 對,你要是走在這木樹太虧了。 現在這步棋呢,是他實在是下在這兒。 嗯。 下在這兒的時候呢,就看見那屏幕啊,那手啊。 一滑溜,本來從這兒就滑到這兒去了。 是嗎?這樣滑的。 哦。 然後這部棋是李昌浩開始獨秒的一部棋。 哦。 也就是這部棋可能是,慢慢的將局面送出去的一部棋。 哦。 本來是軍事。 所以這手棋,他肯定走這手棋的時候,他怕人家這個脫退先走,他很不舒服。 他走了這。 最後走了這,走了一排子以後,又被人家脫退了。 對對對。 這個地方是很怪異。 他先進入獨秒。 然後大家演繹一下,你看對不對。 就是看見李昌浩的手,是啪嚇到這兒一下,滑到這兒來。 就獨秒五十五、五十八,想下到這兒,然後猶豫一下到這兒來。 這一猶豫,兩路之差。 這個棋式的走向就不一樣了。 對,因為這個棋形我們一看,就很怪。 嗯。 這很怪,這個確實很高。 我們接著看。 因為以下有很多精彩的東西啊。 這個當然,黑棋是,這個像自由落體一樣,就這樣下了。 對。 這樣的話就是,待會就可以封住它。 對。 他這個時候,你看這棋,他又不能走這個。 他走這個呢,他將來一沖。 哎呦,這一沖。 一走。 難受。 他一長,你如果這邊一沖一走一斷的話,這有個斷點。 給大家打來看看。 你要斷這個的話。 隨便就斷。 斷這個的話,它有個斷。 妖怪斷。 這個棋裡邊是吃不掉的。 吃不掉的。 所以他這個時候走在了這個地方,不是單關一樣。 這個,已經有點方寸,有點亂。被一沖。 一沖。 然後它一尖。 只能退。 然後它是一斷。 黑棋七十三斷。 然後一飛。 一飛。 好,這塊白棋現在需要。 那話來說,是吧。 他沖了。 先靠。 先靠的是吧。 黑棋沖。 嗯。 走成這樣,黑棋接著再沖。 先跳的。 為什麼我記得是先跳的呢? 對,先跳。 先衝完就跳不著了。 哦。 先衝完就跳不著了。 現在跳的時候,如果你不走的話,它這虎段是先手。 這有個貼出來。 哦,這貼出來呢。 虎段一吃一貼出來死了。 哦,我本來還想報告一個什麼東西呢? 我本來想說,這地方白棋為什麼還要硬呢? 難道不是應該拖鮮嗎? 你看,你什麼時候你來拖鮮,它不理你了。 結果呢,原來這兒有個貼。 哦,這樣我就明白了。 所以它時機特別好。 對。 然後又讓它走了一個單關。 這個謝賀嚇得好。 嗯,然後再走這個。 然後再走這個。 這個太過了。 那謝賀這會兒讀秒了沒有? 謝賀讀秒了。 兩個人都讀秒了。 對,都讀秒了。 哇,從現在開始,兩位進行了漫長的讀秒長征啊。 嗯,對。 讀了兩個多小時可能。 嗯,下了五個多小時。 是龍星碑歷史上最長的一盤期。 最長五個小時四十分鐘。 而且最後特別有意思的是,最後的時候棋子不夠了。 哦。 然後棋子不夠了。 我當時是裁判了。 然後我想進去。 嗯。 後來看見他們兩個人互相。 因為是韓國規則。 韓國規則是有死。 啊,死子不需要擱在旁邊。 然後他們。 對。 他們把互相之間的死子做了交換。 哦,哦。 就按照相同數量的做了交換。 對,中國人愛好者可能不是特別了解。 就是,譬如說我拿你的六個子。 我給你十個子,你也給我十個子。 你也拿回我十個子。 哦,對對對。 這個也是,我估計我下期下到現在是第一次看見。 第一次,第一次。 對,這個,對,回頭有時間再給大家講。 下了三百多手。 我們先看這個旗啊。 這個系合下得太貴了。 下得好。 這一拖又下得好。 這旗呢,華靈隊請按理說啊。 你想不硬。 對。 但是不硬,我本來這個拖子正合適。 我這塊氣本來就要補呀。 嗯嗯。 對不對? 你本來你如果,譬如說將來你要靠出來, 我就可以,你要不硬的話我就可以把你吃了。 如果你硬了以後靠出來,我要走這個的話, 我這塊氣有危險性。 所以這是最最好的一個關子的司機。 你必須要硬。 這塊氣不是李昌浩下得不好, 而是謝賀下得太好。 下得太好。 前後持續這地方下得好。 沒辦法。 只好這樣硬。 嗯。 黑氣跳了一個。 對。 然後白氣下一招衝。 嗯。 白氣。 是衝完了吃了,還衝完單肩呢。 唉,我看一看。 二八十九,他衝。 九十,九十一。 因為白氣這塊氣需要做活。 他也可以不做活。 也可以不做活。 給大家擺一下。 你做這個,他只能做這個。 你再做這個,他甚至只能做這個。 你一吃就可以活。 可以不做活。 然後你可以不走了。 下邊有眼。 但是這幾招是不是太爽了。 太爽了。 對。 就把黑氣撞後了。 將來在這一代啊,白氣就沒有文章可做了。 遠遠的上邊這塊氣啊。 李長浩九段仍然有一個難言之隱。 呃,華老師我是這樣給大家說。 你看對不對。 就這塊氣,它仍然有一個什麼呢? 不補。 哪怕你有優勢。 裡頭好像有氣。 是。 但是你補,你沒有氣補。 你說這氣怎麼補。 對。 因此呢,我覺得從這個角度來說,給我們大家聊到就是圍氣盤上的一塊氣,它是和周圍的環境有關係的。 嗯。 你孤立的來看,探討它有氣沒氣啊。 呃,往往都偏了,都窄了。 嗯。 你看,如果周圍黑氣都鐵厚,這塊白氣對於高手來說,它難受死了。 嗯。 不補又擔心。 補了又沒有有尊嚴的補法。 嗯。 因為你說你不能補這個吧。 給大家畫個示意圖。 你說我補這個,我就不信你有氣。 是,沒氣了。 那你這個單官損一幕。 嗯。 是吧。 所以就是這個意思。 他不願意。 不願意那麼當然只有補。 它一個是這個,這麼下巴,這個地方太順了。 而且本身來說,底下補,本身也有價值。 也有價值,對。 所以它就這樣補充。 擋,尖刺。 你必須接上,它二路在尖。 等於說它在等。 等你出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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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出不了旗呢? 嗯。 如果出不了旗,現在全局,當時我的判斷,我覺得全局是細旗。 黑旗好像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一點都出不了旗,你收官就很難收了。 你總是要再給便宜。 你尖是肯定。 比方說尖,這個黑旗要酥一點。 是吧? 對。 你總是要稍微便宜一點。 你看著你周圍那麼厚。 或者連這一招都走掉。 這個算你的。 這樣好像是不一定的。 給大家數一數吧。 簡單的數一數。 1、1、2、1、2、3酵母絲。 11無10、12、14、16。 10、24、18、26。 dedium k&t, - 10,12,14,16,18,20,30,40,42,43,45,46,47,48,49,50,51,52 怎麼覺得黑氣好了半天,這都刮到了,木還不夠啊 那就是說可能開始就是有一些問題,慢一點 還有就是這個進行方式是本質錯誤 對,你本來要補一手,你現在沒補,人家已經搶了一手,所以說必須在裡面出氣 這個,就把這個東西就是推給了謝賀,也就是那個聶老師在網上說 現在是謝賀,他稱謝賀是聖父大師 聖父大師,好好好,我們看他怎麼聖父大師的 點,其實我們在這兒,小黃我們給大家介紹這番棋啊 廣大的棋友看我們今天這個節目的,他們都在網上看過這番棋了 對,這個各位都很關心的,那麼到現在為止呢 我們給大家介紹了就是我覺得這一點很有意思 就是一個局部的棋行,你要局部抬槓說他有棋沒棋啊 我們大家這個弄起來有點累,你把它和周圍的環境聯繫起來考慮 這樣的話呢,這個思考方法就對了 我覺得有這點收穫就可以,好,我們看點,除了這個點好像這個點也行 嗯,對,這個點也行,這個點也行 嗯,就是說,點的效果到底是如何 對,點進去這個的時候,第一個特別怕原來就吃掉 這個可能我想有一定水平的愛好者肯定都知道了 這一拖,一拖就行了,一拐一退就夠了 一拐一退就夠了 這個比剛才這個木就已經差嗨了,差太多了 這個局部還有一種下法是比較激烈的是走在這 碰,然後他只好搬這個,再靠叉 嗯,現在他要是稀釋寧刃只有這個,那我吃下去 那我吃下去就可以,但是像我這種肯定特別怕人家吃掉 哈哈,你要活不了就損了 對,那損得太厲害,然後你這次一吃 他還接,一接住,哇 然後你再一吃,但這個真的也是很不靠譜 你要一走這個,走這個的關鍵是什麼呢 如果說是你正常的,無論走什麼,走一個,比方另一個 這個也好,他一煎,這其實是不太好吃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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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但是,但是這去有沖了家,這個王源說,噢,噢,這個很簡單 哇,這個受不了,哎呦,噢,這個一沖受不了,是吧 這一沖沖完了,這個你倒是活了,但是你損得那麼大,你再判斷一下 不一定,我感覺不一定 對吧,那你就這麼急了 哇,這個也是,這個也受不了 所以說要下,在一分鐘之內下這種決心,把整個也很難 很難,很難,很難 就是要考慮到一分鐘 嗯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點 嗯 考慮到一分鐘,我們欣賞棋局嘛 就像我們看這個歌劇,看電影一樣嘛,看金劇一樣嘛 你要考慮到好多因素,它的歷史環境,它當時的背景,時代背景 我們看這個棋,還要考慮幾個因素 第一個是龍心戰,我們已經十三屆了,中國得了幾次冠軍,請教華領隊 嗯,中國,所以我在那個,對大家都說我都挺懺悔,挺不好意思的 所以,這個拿了只有第二次 只有第二次 而且第一屆的時候是二月的二十一號,是那個四年前 所以第一盤其實鼓勵對金智希是二月的二十一號 所以每個日子對我印象都是很深刻的 嗯,所以要考慮到這一點,就是我們是 就是,求這個冠軍若可,因為欠缺的很多,這是一個因素 第二個,這是最後一盤,當然日本隊早就退幕了,早就休息了 中韓之間最後一盤,還有一個因素 就是讀秒的時候啊,下棋的狀態,分人 你比方說現在十五歲左右的,李玉婷,你的隊員嘛 李玉婷,范婷玉,李宣豪他們這一波 嗯,給他們下三十秒一步的棋,他們非常高興 嗯,他們可能嫌這個時間長了 對 可是我們下這盤棋的時候,謝賀呢,當然他快氣也很好啊 嗯,姑且不說謝賀,說說李昌浩吧 嗯,世界,原來世界棋王 嗯,但是讓他現在來下這個棋 三十秒,一分鐘一步的話 嗯,考慮到他已經三十六了 嗯,你覺得是不是他壓力也很大 嗯,年齡是一個關係 嗯,我覺得本身來說,他是個鐵門也是一個關係 壓力,對 本身包袱就很重 對 所以你把這些全部因素考慮進去 再來,考慮這個問題 哎呦,還必須在一分鐘之內要有決斷 嗯,我們看這個棋,不是他戲劇性就更好了嗎 是 所以你說,這棋如果說是平時的李昌浩 也許因為剛才我們已經判斷過是戲棋 嗯,所以說這棋也並不見得 我們今天早上擺了,也並不見得就不能下 也是一盤戲棋 也是一盤戲棋 但是現在他想,我能把你吃掉就吃掉 實際上心態也是在發生著變化的 嗯,如果我在這個局部能夠下 就結束了不就更簡單嗎 對,那我,就是這個變化他認為可以的話 那麼我為什麼不這麼下呢 對,那以前的話這棋 這沒有,這畢竟是看不清楚的 看不清楚 以前的李昌浩也許他就會選擇這個 我既然這棋 我對自己後半半非常有自信 我這棋也不輸 嗯,嗯,嗯,嗯 哇,這一瓶 那謝賀如果不能在這弄出一個紫約 對,那這個棋就不行了 那這招棋就變損了 這棋就下完了 損多了,下完了 好,我們看,戲棋下一招 誰說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啊 二路拖,好棋 白棋下一招當然是這個 對,因為他如果搬這個的話 小花他是不是就搬這個 對,還是長 長也可以 啊,長,長也可以 嗯,如果搬他一打 你一打不齊 搬的話打那太損了 啊,這個就損了 對 所以你只能長 對,長 因為他就直接把這個紫吃掉就行了 嗯 長,你蓋住,退,走,退 這裡面有個段 有個段 永遠要補的這個段 而且他待會兒要收關的時候 這個是先手 嗯,因為一尖一夾,一坐眼 打結核 是 因此李昌浩這個也必須要搬 那麼黑棋當然長 這會兒我們考慮到 剛才給大家介紹的諸多因素 再來看這個棋啊 確實當時這個比賽現場的氛圍 如果說它是令人窒息的 我們廣大的棋友就可以理解了 為什麼會是這樣 嗯 嗯,嗯 那麼,好 這個是必須要沖的 沖 然後就開始擺了無數個變化圖 哇,太累 太累 這個基本上是 這個是沒有別的變化 現在的變化圖就是 一個是直接斷 一個是沖這個 我就想請教你啊 我是很想沖 我是不敢沖 當時他說他們都在那擺沖 我說千萬別沖 我說每沖出來一個字 就,就,就,就是 就說成事務 然後看不見那個 好處 一下子看不見,關鍵事 那乾脆很快地擺給大家看看 然後,對 通常只能退 我當時就很困惑 我說這樣下不是很簡明嗎 你走,你斷 然後我忍忍地一接 你只能接嘛 我就吃嘛 我就接住 然後我再嘗嘛 那我就做活了 沒有,沒活 沒活是沒活 但是這漆 你很難受 我為什麼很難受 哎,你整這個啊 我這個要回家了 我這個要回家了 沒關係,他在煎這個 對,那我就往外跑啊 你往外跑,他待會爬你一個 我就往外跑啊 我就往外跑啊 我沒關係啊 我就接住啊 你這氣只有五口氣啊 那個你等於損在裡邊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你剛後來死了才死了五個 你現在死了 剛才死了六個 現在死了八個了 跟後來沒什麼區別 是嗎 然後都鑽出來 鑽到你這兒來了 你覺得 就各位高手的意見 覺得這個還是虧 充裕很虧 這不敢走 不敢走 行行行,那就算了啊 因為我當時看的時候 我就說這樣一氣子 應該是黑氣還可以啊 因為這二路間 我不知道白氣嚇什麼 他既不能擋 被他便宜了 又不能不擋 嘿嘿嘿 我自以為得意啊 但是不一定成立 我們看他們的吧 這個實際上是 蟹鹤是斷 對 就要吃 就要吃 他走這個 對,黑氣這個行行行 它的宗旨是什麼呢 不是要吃掉白氣 是要把它切斷 然後讓白氣回去收氣吃 對 因為收氣的話 只有這12米嘛 加這13、14、15、16米 剛才那個腳的話 也就16米 現在這期啊,當時研究室第一個感覺,特別擔心人家煎這個,煎這個如果你藏這個,我接住這其實是收不住的,但是就你剛才說的那個就成立了,這裡邊是雙活,你雙活那外邊有犧牲也沒關係,唯有犧牲多壯志啊。 這個後來就是,比較盼望的是走成這樣,那就一點一收氣就雙活,等於說只有這八木起,沒有,待會他一煎你還沒活呢。 所以說白棋只能吃,就是這早期,當李昶浩九段必須回過頭去,小心翼翼地吃,小心翼翼地接的時候,這個黑棋是沒有,就損失是小的。 嗯,黑棋拐頭,但是這裡邊到現在為止沒有嚴謹清楚的一個問題就是,它實戰飛的這個,當時我們還挺納悶,為什麼飛一個? 後來才發現,如果你煎完的話,如果再飛的話,我估計,我也看見了,我也看見了,等於能飛出來。 對,但是你由於單飛的時候,可能有一點點困惑,竟然有一個斷的問題。 對,但是我覺得棋還是難講,因為這棋啊,就算黑棋最熟的間,你街上黑棋什麼都不走了。 你將來繞一圈,你還是要去補,那我隨便補一個,該走什麼走什麼。 把這個都走掉,該走什麼走什麼,我覺得呢,還是可以,是吧? 但實在我們面對現實,它就走這個,那麼里長浩在這壓。 里長浩就壓得非常的快。 這是我們願意看到的,就這招棋呢,是一個懸疑,是一個懸疑。 小話說呢,是看見它下的非常快。 洩會飛它馬上就壓了。 但是實際上呢,這招棋,如果飄在這兒來究竟怎麼樣,又是一個。 對,至少把白黑的木能夠擠壓很多。 對,也很難說,反正,這個地方它是交換過了。 剛才是交換過了。 老早交換了。 對,剛才交換過了。 這個是權力,腳持接上。 但是我覺得呢,是,那麼黑棋它不能衝斷,它就只能接了接上,然後收這些關係。 就這些就不走了,這些就不走了,就放在這兒。 總的來說,黑棋的棋子這個戰略,目標是實現了。 但是這個呢,只能說它是我們歡迎的。 它走這個是黑棋。 就是在你的預算目標裡面,那就更簡單一點。 黑棋就比較順利。 你接,你接。 然後黑棋再搬。 李長浩在搬。 黑棋再退。 白棋再接。 黑棋再緊住氣。 對。 嗯,行。 然後白棋走這個,是吧。 白棋走這個。 對。 那個上邊是不是有點小棋啊。 上面有一個緩一氣節,搬這個。 搬這個。 然後你吃。 自己做。 對,有個緩一氣節。 緩一氣節。 緩一氣節。 也挺嚴厲的。 就是說,黑棋如果這個棋空收不夠的話。 嗯,就可以來這個。 對,對。 給你拚命。 待會兒這些。 哇。 啊,這些地方都有很酷的。 就是往上藏一個就行。 那頂一個就行。 嗯。 你一度過就再沖。 對。 劫財就多了。 但是謝賀沒有這樣下。 嗯,那就說明它起形式這時候還可以。 它認為還可以。 還用不著。 對,因為這真是拚命的。 因為緩完以後,萬一這樣可以被搬出來。 對對對。 這有點可怕。 嗯。 好,黑棋是擠。 下一招棋,這一招請我們廣大棋有注意。 雙方對殺的時候,有的時候,在一路邊的單立,這個是要點。 對,等於你搬的話,就又被鋪了。 又被鋪了。 又可能有結。 謝賀這個是,也是獨秒。 也是覺得形式不錯,下的比較穩。 哎呀,這也是白棋衝了一下。 覺得黑棋擋住了吧。 嗯。 好,現在給黑棋下,黑棋擋住。 你擋住這塊棋沒活。 讓它想先手把這個收回來。 對,它同時也是補一下這樣。 對。 白棋下一招里程號是叫吃。 黑棋接上。 它是先煎的。 啊,先煎,對對對。 先煎的。 先煎。 為什麼先煎,當時我們在那想,這棋應該是貼住。 然後它走這的時候,可以不用硬。 可以不用硬。 然後接這個。 對。 它如果要煎這個,可以繼續不用硬。 該收什麼收什麼。 因為這手其實沒有什麼價值。 它接是先手。 嗯。 就算是後手,目數也大。 對。 因為等於說是,後來判斷它的意思可能是, 它就是把整個圖已經想好了。 所以它就在自己想好了以後,一次就接住了。 好的。 但是接住好像還是虧了一點。 好,我們看啊。 叫持接住。 那麼李昌浩九段呢,是煎走。 叫持接這個擋了。 這塊需要做活。 嗯。 所以它是。 它是猴住。 它是先煎一下。 先煎。 先煎,立下去然後再煎一下。 沒有,它是先煎這個。 啊,跳一個。 先煎這個。 黑棋接這個。 它再煎這個。 黑棋在足度。 然後立下去,然後跳一個。 白棋這塊需要做活。 需要做活。 需要做活。 然後黑棋跳。 這個跳呢,給我們棋友交代一下。 看上去有點怪異。 為什麼不擋。 實際上擋完了呢,這個棺子反而虧。 人家一做活,這一路翻了。 對,這是基本功。 對於高手來說基本功。 對於廣大的棋友來說,可以學一招。 單跳。 51,那麼白棋52。 這個斷,我們每一步棋都在祈禱它。 這斷是必須要先斷的。 如果將來斷就斷不著了。 如果被人家一路一沖了,叫吃完了以後就斷不著了。 對,一沖,叫吃,是不是啊。 然後就斷不著了。 對,人家擋在那了。 而現在你叫吃的時候,一打這塊其實是死的。 是死的。 走不了。 現在當然你可以,你走這個可以保證活。 走這個死的。 它就接上了。 走這個死的。 走這個活的。 但是你這虧兩目。 走這個怎麼是活的呢? 因為它一加呢。 我先吃完了,你加了走。 一樣的。 渡不回去了。 你先損兩目。 你先損兩目。 你損兩目呢它也就算了。 你必須衝完了。 它必須衝。 損兩目我一點都不虧嘛。 所以謝賀的這個關子,比李承昊不差。 所以他每下一步,在線上看的感覺就是, 當時就特別怕他不斷這個。 然後他一下子一斷,大家就歡呼一下。 歡呼一下。 好的,他一斷,這個李承昊長探一身。 是吧。 硬了,54。 然後這個最後的戰鬥,這段最精彩。 嗯。 黑棋,55。 這個接最大。 對,接住。 他把這兩個關子收掉。 這關子是必須這麼收的。 對,剛才就收了。 然後,黑棋把它揪上。 白棋,下一招。 這道棋接啊,應該走這個。 嗯嗯嗯。 這斑不斷。 嗯。 對,這個不能連根切。 它斷,它可以喉。 哇,現在這棋都是,不管形狀了。 現在這個棋無拘無束。 這樣的話,可能就比較簡單。 對,可能是黑棋燒好一點。 全局是黑棋燒好。 後來的棋呢,雙方都看不清。 哇,這一扎的時候,我覺得暈了。 我一看暈了。 唉,黑棋接上。 是吧? 對。 白棋下一招,再走這個。 其實,現在反向推理的話, 既然黑棋後來能夠走到這個。 那這個時候,白棋應該先走這個。 先飛這個。 對。 就是這招棋啊,我很感慨。 我看的時候。 它是一個什麼意思呢? 這個棋型呢,你擠完了,先手也是要飛的。 而且你不擠呢,好像變化也不大。 對。 那麼什麼情況下,決定要不要斤斤計較的擠呢? 全局形勢。 所以理商號呢,一個是全局形勢, 二一個是他鬥志。 嗯。 不然的話,這個棋呢,照他平速的棋, 他飛這個,慢慢的給你的號就完了。 所以我們倆站著不同的角度。 我也覺得是,還有一點, 就有可能對棋型的一種稍微的敏銳性下降。 你想,這幾種是先手吃掉。 嗯。 一個就是反擊性比較強。 這時候對勝負的一種感覺需要反擊。 這棋嘛,總是你走完了加上你擠的嘛。 那你現在沒,這就是對這個棋型, 他的,我就覺得是有這種可能性。 36歲,36代的老棋手。 對吧,這棋嘛,一般誰看肯定是, 但是我們就是,我們在現場都是這麼擺的。 哦,就以為是他的。 因為你自己不是下棋的, 不是就是說你實戰的人和你那個, 就是你在比賽的人是不一樣的。 對,這個令人感慨。 就現在說到36歲的棋手的時候, 都會跟上一個尾巴,36歲的老棋手。 可是在過去的一個年代, 在60年代,上個世紀, 那會兒不到40歲你還拿不了冠軍呢。 對。 不到40歲拿不了冠軍, 這個簡直是天差地遠啊。 所以圍棋界從過去到現在堪稱換了人間啊。 這個跟現在比賽的節奏比較快也有關係。 就像我們在講這盤棋的時候, 往來想像謝賀來講的, 謝賀已經在BC卡的路上了。 啊,已經去比賽去了。 好,咱們看。 對,這時候其實。 這盤棋也下得好。 對。 反擊。 白棋呢,吃。 他吃。 提。 最後這一點白給大家看看。 關鍵這節還不能打, 這沒節。 這要被靠死了。 對,因為他這兒有個先手。 這個地方有個先手。 所以李成浩呢是到這兒。 哎呦,這盤棋也下得好。 先是要做出一點犧牲。 呃,對。 做出一些準備, 然後準備給你打節。 但是這個打節, 也是天翻地覆。 黑棋太多了。 天翻地覆,也天翻地覆。 好,黑棋是退。 還去扳。 先扳。 先扳,接住。 這個扳沒有,它扳了。 這個扳感覺上是有點, 獨秒催促,下得有點狠了。 但是不狠它沒招啊。 它這地方要先把它連上。 不連上這截沒法打。 好,它一卸和這個扳好齊。 腳吃。 一走。 再接。 終於。 這個地方要切斷。 黑棋。 然後一退。 然後這個地方要嘛就要打截。 是不是啊。 白棋結果一看呢, 截才不夠。 這截不夠。 這地方黑棋實在值得它這有截。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這有四個截。 對。 這個本身有一堆的截。 有一堆的截。 至少是五、六、七、八、這九、十。 十個截才是至少。 然後這也是截。 這也是截。 它這塊可以不要。 對。 那就是說這個走完已經有了。 對,這截是打不贏的。 嗯。 最終給大家交代一下它是什麼情況呢。 黑棋就把這個吃掉了。 那白棋這個不敢打。 到這兒去。 它走了一次。 黑棋補了一個好像。 黑棋就補了一個。 黑棋是提了一個截。 提了一個截。 補了一個。 黑棋補了一個。 對。 然後白棋收這個關子。 這個關子也很大。 它是為了這塊棋沒活。 對。 一手一叫吃。 一提。 白棋點回。 點。 接住。 然後一跳。 它就是說你要衝斷我這個,我這兒就做活。 你要點我這個眼我就連上。 這樣一來呢, 後來就這個截打得玩了。 對,後來就是提完以後, 它就把這個截接住了。 然後因為這地方也沒連上。 這個截是先手。 對。 後來就把這個截住了。 這其實,黑棋是不可能輸了。 不可能輸了。 終於贏了。 但是我最後還有點時間, 我想給大家講一個剛才的故事。 就是在大概半年多以前, 當時這個春南盃的決賽是謝鶴對李世時。 那麼那一回呢, 我跟謝鶴是從北京去重慶的機場上碰到一起了。 就在機場就我們倆在一起。 那個飛機還誤點了。 所以就說到比賽之前的一些線索。 飛機誤點。 而且呢,謝鶴忘了戴西裝。 當時他就說我忘了戴西裝了。 因此這次我本來看見華靈隊想, 開始就調侃一句。 謝鶴戴西裝沒有。 結果後來我看照片,謝鶴戴西裝了。 所以這次他表現很好。 這個故事呢, 給大家簡單交代一下。 最終呢, 這盤其實謝鶴贏了兩部半。 這樣是中國隊。 三部半。 三部半。 第二次獲得了龍心戰的冠軍。 祝賀中國隊。 好, 謝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今天我們這期就給大家介紹到這兒。 謝謝大家。 再見。 好, 我們感謝二位大師的精彩講解。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棋牌的節目又要和大家說一聲再見了。 再次感謝大家的收看。 《奇行天下》。 奇了無久。 咱們下週再會。